全部赛程 2月29日至3月3日 加拿大蒙特利尔 3月21日至3月24日 德国柏林 4月19日至4月21日 中国西安总决赛 首日比赛时间 北京时间2月29日23点 女子3米跳板预赛 北京时间3月1日2点30分 男子10米跳台预赛 2024年2月29日 世界泳帘跳水世界杯首战比赛 将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市 拉开帷幕 作为东道主 加拿大将热情迎接 来自世界各地的跳水精英 此次比赛 中国跳水队派出了 他们的最强阵容 他们将全力以赴 参加包括男子和女子单人 双人及混合双人等 在内的9个项目的激烈角逐 在比赛前夕 世界泳帘通过官方社交平台 发布了一段预热视频 在这段视频中 备受瞩目的全红蝉和陈玉希亮相 为比赛造成 两位年轻的跳水队 精神抖擞 脸上洋溢着自信的微笑 他们在视频中高喊 我们将在蒙特利尔 参加世界泳帘跳水世界杯赛 希望大家到场为我们加油 蒙特利尔见 全红蝉和陈玉希的亮相 引起了广泛关注 他们是中国跳水队的璀璨明星 代表着中国跳水的实力和荣誉 在过去的比赛中 他们凭借出色的表现和稳定的发挥 赢得了无数的荣誉和掌声 此次在蒙特利尔的比赛 他们将继续展现出中国跳水的风采 向着更高的荣誉发起冲击 蒙特利尔的比赛场馆 已经准备好迎接全球的跳水精英 观众们将有机会亲眼目睹全红蝉 陈玉希等世界级选手的精彩表演 在跳水世界杯的赛场上 每一次起跳 每一次翻腾 每一次入水 都将是视觉的盛宴 中国跳水梦之队 再次展现了其强大的阵容 陈玉希 全红蝉 王宗元 龙道一 陈奕文 昌雅妮 炼俊杰和杨浩 这些名字代表着中国跳水的最高水平 他们将一同出征 男女混合三米板和十米台团体赛 无疑是本次比赛的重头戏 中国队在这两个项目上 拥有着无可争议的优势 他们每一次的起跳 翻转 入水 都凝聚着无数日夜的心情汗水 与执着追求 每一位选手都怀揣着夺冠的梦想 期待在国际赛场上为国争光